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在这里诚挚地邀请电视机前 每一位爸爸和他的孩子 有兴趣的话 想给你的孩子留下一段美好记忆的话 欢迎你拨打以下的报名热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当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你拿起你的手机点开微信 摇一摇 选择电视选项 然后共同答题来演出我们的精美奖品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特别 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的一个特辑 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设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 说你行 你就行 我看你行 你说行 那我非得行 不行也行 爸爸请回答 啊哦 演出开始了 好的 猜一下小爸的职业 黑音演员 啊哦 啊哦 不是 小爸跟我们说一下从事什么职业 全职奶爸 您在成为全职奶爸之前您应该是工作过的 哦 是 是 没错 啊 之前是什么工作 呃 我从事证券相关的行业 哦 证券相关的行业 哦 这个很少见啊 全职妈妈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认可 是 全职奶爸 说句实话 我身边 我还 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理由 只有一条 对我来说这一生 最重要的事业 是陪着他成长 这些年来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对他进行一些关于爱的教育 我经常在他一起做公益事业 做公益 对 做哪些公益 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 大家都在一起的 当时呢是进行一个叫做 完成老兵的心愿 然后我参加的呢 是一个关注人最少的一个项目 是给云南腾冲 当地呢 一个老兵的家属 他妈住个请求 他说他的父亲 在三年前就过世了 但是呢 家里非常的贫穷 所以没有办法给他 造一个像样的墓 他希望有人能够 给他们一些资助 让他们能够给他们这个 英雄爸爸建一个墓 所以当时呢 我就给他汇去了六千块钱 因为他们按照当时的这个计算下来 就这些钱可能会够了 也许有的人会问 为什么会选择帮助一个死者 而不是一个生者 因为对我来说 老兵 他们需要的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尊重 另外一个是关爱 对生者 可能关爱 更重要 但是 对每一位 为了这个国家 曾经奉献出 他们的青春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去战斗过的人 不管他是活着 还是已经死了 尊重同样重要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选择奶爸 相当的称职 值得我们的支持 你就坐那儿 乖乖地看你爸答题吧 爸爸 我这么长时间 智商都被我垃圾了 你 你也会是智商吧 为了你叫 为了智商 加油 我看我按钮 来 我们来做好准备 答题台上 有五个按钮 爸爸站上答题台后 可自由选择答题顺序 每对父子答对 全部五题进入下一轮 答错任意题 即被淘汰 来 五道题 都一样 我也不选了 抗日战争电影 鸡毛信中 信业上插了几根鸡毛 A 一根 B 两根 C 三根 爸爸请回答 鸡毛信 他应该是 插上鸡毛是因为 为了表示这封信 非常紧急 对的 然后呢 我还记得 他最后是藏在羊屁股底下 送到了他要去的地方 但是这个细节 他到底是几根毛 插几根是有讲究的 对 很重要的信息 十万火急哦 可能越多越好 哦 选三根 恭喜答对 第二道题 请听题 德国在二战中 唯一轩转的国家是 A 英国 B 苏联 C 美国 爸爸请回答 德国进攻苏联 是在1940年的6月22日 对 在这之前呢 德国与苏联签署过那个 互不侵犯条约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要大规模的突袭苏联 才能达到他的战略目的 所以从来没有宣战过 所以对苏联是没有宣战过 对英国呢 我们知道 他是在1939年的9月1日 突袭了波兰 然后第二天 英国主动向德国宣战 但是德国并没有返回去 对英国宣战 所以 A 也是错的 他唯一宣战呢 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 美国向德国宣战之后 德国同时向美国宣战 美国是德国唯一宣战的国家 恭喜 所以这段历史 他真的非常的了解 我还行吧 嗯 还行 这个日文 李同赛 I'd like to be with you 我看你哦 I'd like to be with you 来 第三题 请听题 国家法西斯党是在哪个国家建立的 A 意大利 B 德国 C 保加利亚 爸爸 请回答 国家法西斯党是在1919年 由莫索里尼在意大利成立的 到了1922年 黑山军进军罗马 莫索里尼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所以是A 意大利 恭喜答对 谢谢 来 第四题 请听题 反法西斯战争的时间 从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 请问一共经历了多少天 A 2191天 B 2192天 C 2193天 爸爸 请回答 这个其实非常头痛 因为要算一长串的数字 要不儿子你来试试看 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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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看吧 我没关系了 为什么不愿意试试看呢 也许你能算出来 我们只要排出他有多少个润年 就到他的尾数就可以了 前面都是一样的 还是你来吧 太可气了 你们要看吧 39年 39年到40年是一年 41 42 43 44 45 一共是过了整整的六年时间 五六三十 尾数应该是个零 然后呢 现在呢 其中有两年是润年 算上头算上尾 选个C C对吧 2193天 对 恭喜答对 超级奶爸赵瑞翼 在儿子的鼓励下 轻松赢得2000年 资金资助选金 那接下来 他能走 赌对终极大奖呢 现在呢 拿到了2000元的助学奖金 我很想知道你做全职奶爸 谁给你发工资呢 其实我自己多少也做些投资 OK 那今天这个也算是您挣的一部分 今天这个钱我们有特殊的用途 有特殊用途 什么用途 我们打算把这个钱 赠给抗战的那些老兵们 好 那现在目前有2000 我们接下来继续好不好 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德军的铁蹄横扫北 欧西欧和东南欧 但德军这种不可战胜的神话 破灭在诺曼底登陆战役 Yes or No Of course not No Not OK 恭喜答对 来 接下来请听 让海太原的诗线 标志着中国的抗日战争 进入了相持阶段 Yes or No 我选择是 是 正确答案是 No 好吧 就是差那么一步 2000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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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一起来欢迎 李耀聪 李怡朵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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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请出场 我这老爸最到位 公主今天要通行 开车开灶啥都行 有了个节目请你早 老爸呀 那个 今天你男朋友有没有细心呢 有啥细心呢 行天由命吧 你太过程了 你等着回去我收拾你 你还说好 你这脸转得更快 刚刚看我会收拾你 连哥哥你好 这转得好快啊宝贝 你怎么对你爸那么凶啊你啊 先生哥哥 你知道我刚才走的那段摩托车咋样 走得非常好 很专业 有潜质 那一定是吧 因为我可是亲自露十二摩托大赛 全国的亚军呢 真的 他们真的选错了 我在我眼里你就是冠军 我们不能把老爸亮边上 我们得跟老爸聊一聊 老爸好 主持人好 在家里女儿就是对您是这样的吧 在家里也这样 我让你们真一組的 哎呀林海哥哥呀 我真不了解我爸的 我爸爸的整天的坏毛病一堆一堆的 你跟我说说你爸有什么坏毛病 哎呀我爸的坏毛病老多了 来说一个 就不用再抽烟 他一天 他一天能抽两盒烟 那这个是个坏毛病 要解要改 还有什么坏毛病 这抽烟还不算 他有个最大最大的坏毛病 就是太懒了 这样他又不动了 他就靠着这个摄法上 然后看手机 然后不一会再哭了就想起来了 就这么睡着 就这么睡着了 这颈椎都锁着着 他颈椎都 我爸被颈椎都放舌了 不是我听你爸说话 有可能是你爸工作太累了 是吧 不知道他在家里 他在家里呀 他实在太过分了 他都 他还有什么过分的呀 哎呀我都不跟你说了 那就不说了 给爸爸留点面 给爸爸留点面 听女儿的抱怨来讲的话呢 可能您在家第一个 家务做的比较少一些 是的 不是家务做的比较少 他根本压根都不做家务 第二个 留点面 第二个 听你女儿的意思 其实您不服管 您基本上就是 这个耳朵进 那个耳朵出 差不多 是吧 是 我说的对吧 他表情是对我老顺从了 他在背地里又带给我干坏事 特别 哎那你要是发现 你爸抽烟你怎样 他就洋晃一围的 如果我爸 洋晃一围的 洋晃一围的 什么词 没事 你要发现你爸 反正你偷偷抽烟 你会怎么做 在阳台里的话 因为他一般会关门 我就会 就是你小偷偷进门 瞧瞧着打开 就直接抢了 就直接抢了 明白了 那今天来上这节目 谁的主意 你的主意 还是你爸的主意 我的主意 他答应过我 他说如果我 拿到了两千块钱 他就允许我 放一个月的年价 就一个月不管我 如果拿到六千块钱 他就两个月不管我 为了这个 我也过来了 我想 为了自由吧 这要拿到一万二 起不定 毁了 就撒着去 不用回来了 如果他拿到一万二 我就 我就七年 我就不管他 我当时爱干啥干啥 啊 我第一次听爸爸说 为了自由而上 好吧 好心酸啊 来宝贝 你说那边 为自由而上 来 请准备 从二开始吧 好 听你的 因为二是胜利吗 我觉得还是胜利一半 不准的 好 来 请听题 被称为二战时期的三巨头 分别是斯大林 丘杰尔 还有以下谁 A 罗斯福 B 莫索里尼 C 希特勒 爸爸请回答 爸爸爸爸 这个这个 三巨头 是不是就是三国巨人的头啊 哪个 哪个 哪个人的头大 这应该是哪个人 你说的是熊大熊二和光头强吗 这个题爸爸非常有把握 爸爸曾经看过关于二战的六本书 其中就是三魔头和三巨头 三魔头是讲的是希特勒 莫索里尼和东条英姬 三巨头呢 就是斯大林 丘杰尔 罗斯福 恭喜答对 爸爸 好 请继续 请听题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这首歌的作者是谁 A 显星海 B 鹤鹿天 C 尼尔 爸爸请回答 祖多听过这首歌吗 我没听过 但你这个就得好好想想啊 我不知道你别问我 这样吧 我教你现场唱可以吗 这首歌是爸爸小的时候的一首歌曲 爸爸非常喜欢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个子弹 小每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那盘的山高水又深 在那的秘密的松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树荣帝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兄弟 所以正确答案是 没听过 这首歌是游击队之歌 而且这个词曲的作者 是非常有名气的 一个杰出的音乐家 贺路听 恭喜答对 是吧 你怎么不会 我不会让你才答对了 是的 来 继续 第三题 来 首先我要说 我是新思路总决赛军奖 现在请 给他稍微弱两个本质 请请请中国共产党 在敌后建立的 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是 A 进茶季抗日根据地 B 进季狱抗日根据地 C 吕梁抗日根据地 爸爸请回答 太巧太巧了 这道题是我在十年前 考硕士研究生 当时的一道原题 哎呦我的妈呀 爸爸你这 那你能答对吗 我估计你打不了满分 爸爸想告诉你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财富 要提的主要迷糊的点 在敌后两个字 因为第一个 抗日根据地 不在这个选项里面 是闪安宁 抗日根据地 它是中共的核心所在 也是最大的后方 但是在敌后方面 是第一个选项 进茶季抗日根据地 恭喜答对 耶 来吧 最后一道题了 这关系到你一个月的假期的问题 请听题 请听题 二战期间 在欧洲战场上 唯一的一位中国记者是谁 A 巴金 B 肖钱 C 老舍 爸爸请回答 爸爸等等 老师这个名字我听过 我忘了是在哪听过了 你要替爸爸答一道题啊 我不想 那你可以分析一下吧 我不会分析 你自己考虑 这道题 其实我以前读过一篇报道 但这道题完全可以用排除法去排除 因为从记者的角度讲 有两个选项 可能是要 A 和 C 选 可能是要抠掉 答案是 B 肖钱是吧 对 我之前 看过一篇报道关于肖钱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是大公报的一个记者 而且他报道过 第一次联合国大会 和纳粹德国审判的一些重大事件 所以我用排除法也好 用分析也好 我知道您排除的方法就是因为那两个是作家嘛 对 我觉得不可能是记者 不可能是记者 对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恭喜您 答对了 快乐的李耀聪 李一朵妇女 默契合作 轻松赢得2000元基础助学基金 接下来妇女二人再度携手 冲击万元大奖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来 请听题 1937年10月 国共谈判达成协议 将川敏月乡厄浙晚八省边界的红军游击队 改编为新四军 yes or no 正确 正确 正确答案是 抱歉 错 没有穿 是干 干敏月乡厄浴浙晚 对吧 但是我觉得您已经很厉害了 虽然是奖金是拿到了2000 一个月 给 给 好 这是最幸福的 这是最幸福的 终于可以放个年假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 拜拜 再见 好 接下来要登台的是哪位爸爸呢 来看一下 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 他是一个神枪手 也是一个魔鬼教官 开车 我快点 我快点 我过来 金石多流汗 战石少有学 射击 搏斗 他样样精通 他也是一个大英雄 让我们来欢迎谢小波和他的女儿 有请 天秀一声 豪邦领 平级 保平安 而我呢 就是他身边果壮成长的小树苗 别看他外在严肃 其实内心火热得很 有请两位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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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这个身材是我羡慕的 尤其刚才那个短片当中 那个眼神 特别有杀伤力 那种坚毅 果敢 我叫谢小波 我是来自宁夏盈川市公安局的一文名学 因为呢 我平时介绍我的职业的时候 我会给别人介绍 是这样的 一个不会变魔术的厨师 不是一个好警察 就是有些 不会变魔术的厨师 不是一个好警察 您本身是一个警察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好警察的话 必须要会变魔术 而且还得是个好厨师 是这样 因为首先一 我的兴趣爱好是变魔术 二一个呢 我参加过两次的美食大赛 得过两次冠军 你好有口福哦 要不然我怎么找 而且呢 我是我们全国公安部的摆墙教官 天哪 因为我刚刚看的片子里 你还教勤拿格斗的 我主要是勤拿格斗 以及枪械的教官 枪械我们在现场没法展示 勤拿格斗可以展示一下 可以 我们现场可以请任何一位观众 那边有个小伙子 我腾个地儿 女儿说他腾个地儿 有一种要见一身血的感觉 现在我所展示的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在给民警教的时候呢 叫一招至敌 一招至敌 以及是什么叫 以巧伯仲 不管你的力量有多少 我会用一招就会制服他 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来我先跟这个小伙 来可以朝前一点 你不用害怕 你离我那么远干嘛 没事我都困地了 我不吃你 不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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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点到为止 请用力 再用力 好再用力 来上来 这就叫一招式力 对 我方看的力量很大的劲 也可以稍微试一下 稍微试一下 我不会用太大的力 820叫好了 等一下浪费好了 是发生了什么 其实我们是有点 你不是配合我 你不是我的拖吗 不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在用力推的时候 他这个手啊 手腕往下 那么一压 我们讲这叫关节 因为两体的关节部位呢 它是不可能反转的 比如顺手呢 它可能到90度 但是反着走呢 比如像向上或向下的话 它只有45度 我们用这样的巧劲下来以后 它就这样了 你要不要来 你要不要来试试一下 不可以 我们都在 那就不要了 是这样 我们要如果说 像一般女孩子的话 我会教她一些 简单的防身术 我可以 兄弟 那还是需要 林海老师来配合一下 行 要什么配合 你用你的右手 打百拳攻击我 哇 好用力啊 还好吗 还好吗 还好 还好 其实我们讲这是什么呢 这是人的一个什么 痛觉神经点 对 脚臂这个位置 对 脚臂也一样的 比如说 如果说一般的 有人会来攻击你的话 你只要用你的掌缘部分 用你的掌缘部分 轻轻磕它就行 就轻轻 你不用太大劲 向外一磕就行 来 你站好 我磕你啊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你别往后躲啊 你只要 来啦 三 向外走 二 一 还是痛 痛其实还是痛的 不管是先发还是后发 它都会痛的 再教一个很简单的 比如说一般来说 这个男的都会 欺负女孩子的话 他会抱 来 来 让我抱一下 哎呦 是不是 这下子有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因为松娘阿姨我不能抱 我要抱回去以后 你懂的 最简单的是这样 你比如说 向林海来抱你 他一抱你怎么办呢 就是收手 画面好奇怪 收手以后 他每个部位 最容易被你攻击 就是从下巴 然后顺着他的鼻子 上上抬手 抬手 抬手 手出来 磕他的鼻子 不要磕了 林海应该是 林海是应该知道 他这个神经点的 对 这脚也是一个痛绝神经点 很痛很痛的这个地方 现在所有的现场观众 可以把你的食指 伸出来以后 放在你的什么呢 放在你的忍中下面 用力向上 轻轻抬你的鼻子 你感觉一下 是什么 是不是有一种酸痛的那种感觉 稍微使点劲 变得出鼻子的感觉 对 所以说呢 这两个呢 它是很容易攻击的 二一个呢 再一个 最后一个什么呢 最后一个 一般来说 有从后面把你抱过来的 你 我们讲 太多的 如果说专业的 会 低它的 低它的内部 然后把它过肩摔 对 这些都不用 哦 你看 最简单的什么呢 然后呢 人的 哪个费物 手指头关节 对 你把它的关节 抓住一个 或 一个手指头 对 用外掰 松手 来松手 松手 开手指 它肯定就松手了 然后最简单的 再就是 踩脚 我们女孩子很多 是高度的鞋 定入她的脚面 使劲一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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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了 学会了 我们就不演示了 好吧 我回去找我老公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谢谢 谢教官教我们的这些 平时爸爸在家里 陪你的时间多吗 有时候 他在外面 有时候值班 两天一个班 还有就是 经常出去 做工作 所以 应该 算少的吧 算少的 心里面会有责怪他吗 不会啊 他毕竟是我爸爸呀 为什么要责怪他 他会不会这个出勤 很长时间回来 立刻下厨房给你做个菜 犒劳你一下 那是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 好 今天爸爸要答题了 对他有信心吗 有呀 必须的 必须的 行 你也可以帮你爸 好 把我们的口号说一下 来 今天我们来到 爸爸请回答 我们的口号是 是 欲强则强 勇往直前 好 两位请准备 谢谢你关心准备 来 小谢送那边 好 谢警官 来 五道题 你任选 那就 请听题 请听题 周总理曾用诗句 其忠语之志 壮烈之气 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称赞早一会战中壮烈殉国的英雄 周总理称赞的是谁 A 同龄格 B 赵登宇 C 张子忠 爸爸请回答 这个呢 我们知道这个早一会战呢 是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 是比较大的一场会战 而且呢 这位民族英雄 是我一直敬慕以及崇拜的对象 他当时在牺牲前有一段话 我大概说一下 我们国家 五千年之民族 不至于王三岛倭寇之手 我等 绝死之决心 还可轻 石不烂 绝死 绝不变心 这个民族英雄就是我们敬重的张子忠将就 恭喜答对 请继续 下来了 才记得我们的约定 我们已经把什么 飞机票 我们已经有个约定 如果说我们勇往之前闯到最后一关 我要带他去永南丽江去旅游 没问题可以啊 所以我们现在 最起码 第一步 我们刚刚赠了个火车票 下不我们赠 必须是飞机票 先赠个单程机票好不好 好好好 请听题 请听题 二战中下列战场最早出现转折的是 A 苏德战场 B 太平洋战场 C 北非战场 爸爸 请回答 因为我们知道在反法西苏德战场上 应该是有两个大的转折点 一个就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苏德战场上的什么呢 斯大林戈勒战役 二一个就是太平洋战场上的这个中途岛战役 是美国对日本 北非战场应该是不会的 所以只有在苏德战场和A和B 我想一下 最早出现的应该是B 太平洋战场 恭喜答对 请继续 请听题 最早使用潜艇的是哪一个国家 A 德国 B 苏联 C 英国 爸爸 请回答 这个题 我的印象中和我看过的知识里面 应该潜艇战的话 在一战的时候就有 而且呢 这个潜艇战呢 在二战的时期是发展相当秀猛的 而且这个战术呢 刚好我知道 一个战术是叫 闪电战 也叫闪击战 二一个战术叫 穷狼战 为什么叫穷狼战 因为 是用很多的潜艇去攻击 就跟我们狼一样的 你比如说 左岩和松宁去攻击连海 他会一直把 这个目标向一个方向去追击 追击到的时候 两侧 两翼 去围攻他 而且 这个时期呢 在二战时期呢 这个国家的工业是相当发达的 他肯定是 德国 恭喜答对 第二题还是第五题 二 二 你二我二 当然是你二呀 我也不二 来 请听题 我也不二 请听题 1945年9月2日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 仪式 在东京湾的战舰上举行 请问 这艘战舰的名字是 A 林肯号 B 密苏里号 C 伊阿华号 爸爸请回答 林肯号是不会 伊阿库号也是不会 因为这个签字的时候 是应该是在 B 密苏里号上 恭喜答对 最后一题 这题拿到的话 就可以拿2000元了 这回就可以有 好好好 有机票了 有机票了 来 第五题 请听 好的 请听题 二战期间救人最重要的医学手段是 A 包扎 B 麻醉 C 输血 爸爸 请回答 总数是应该用到麻醉 包扎是很简单的 战地上会用到一些包扎 小的伤会遇到包扎 但是如果说像断胳膊断腿 这种呢 就是 应该是大量需要输血的 应该是 C 输血 恭喜答对 耶 来 特警教官谢小波 为我们亲授了一行 生动的自卫防身课 并一路过关斩将 赢得2000元助取基金 在接下来的终极挑战环节 他能否越战越勇 继续斩获万元大奖呢 来 2000元拿到了 接下来来 看看有没有来回机票拿了 好的好的 请听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标志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建立 Yes or no 八路军和新四军 对还是错 抱歉 只能拿到2000元 应该是国民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先有这个合作宣言 才后来开始有八路军的整编和新四军的建立 对 对对 很保险 谢谢警官 谢谢 爸爸已经赢了两千 很厉害了 是 好 谢谢 因为我们今天 今年呢是抗日战争 以及世界反法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 我想仅此 在这儿 对所有 为我们中华民族解放事业 抛头颅 洒热血 的所有的先烈 表示诚着的敬意 就业 谢谢 谢谢警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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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夏琪曼 我爸爸很忙 我就是回来一次 爸爸说他爸也有很多哥哥姐姐 像爸爸妈妈都回来生日 大家好 我叫夏侯 我是来自胡纳和娘的一名香蜜教师 我妈呢 百分八十以上 她们都是流失了 十五年以来 我把所有的经历 都倾注在她们的身上 其实夏侯已经哄识 我自己呢 一直投身于流失了 的教育师 却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了流失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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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 走的时候 就体学很低落 总是抱着爸爸的腿 爸爸 别走 爸爸 别走 每个女儿身边的时候 我也特别想她 所以今天 我带我的女儿来到节目现场 拿不拿巧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跟我女儿一起享受 这个快乐的过程 爸爸请回答 我们来了 让我们来欢迎夏海鸥 和她可爱的女儿 有请 啥都不怕 太热 太低 一个不浪 大家好 爸爸 带来 大家好 有请 有请夏老师一家 你好 夏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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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招呼 你好 握握握手吧 你好 哥哥好 握握手吧 握握手 大家好 但是却把自己的孩子 痛的感觉就越来越密集了 我叫她陪我去检查一下 她当时就跟我说 台阳上碗子洗 我没有办法 我就一个人 坐了别人的车 去了衡阳市 她爸妈妈是衡阳市的 在她家里面休息一下 吃完饭 我就想去检查一下 然后正在吃饭的途中 我就觉得那种痛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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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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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0年八路军发动了百船大战 作战地区在 A 华北 B 中原 C 东北 爸爸 处为达 百船大战 作为一个律师老师肯定是了解的 作战地区 东北肯定不对 那个时候的东北应该还是在 日军的掌控之中 关东军嘛 1931年918事变 日本侵战了我们 东北父老的东山者 中原地区也不对 我就选A了 华北的吗 恭喜答对 请继续 对 对你一个 好 你上一个选哪一个 第二个 好 精彩的 第二个 请听题 二战时期 被称之为强头草的国家是 A 意大利 B 德国 C 日本 爸爸 请回答 最早的法律师结束的国家应该是意大利 1943年 莫斯利尼就被出世 在米兰街头 然后意大利呢 在莫斯利尼死后 意大利呢 就是宣布呢 加入了这个 呃 这个 就是反法西斯国家 同盟的这一方作战 反而把枪口调整了 对准这个 德国 其实意大利的国家 在一战二战都是一样 它都是一个强头草 所以我的答案是 A 意大利 恭喜答对 来 继续 下一段选哪一个啊 中间的那个 中间第三个是吧 那么我想问一下 如果爸爸答题 拿了很多奖金 你想要什么 嗯 选择银子 哦 裙子 还有什么 我告诉你裙子 王冠现在有了 来看第三题 你的水晶鞋还有没有 好 第三题 请听起 中国共产党制定 全面抗战路线的会议是 A 瓦瑶宝会议 B 尊义会议 C 洛川会议 爸爸请回答 哎 林海哥哥 你这个你会选吗 我要是我选完了 是算您答题结束了呢 还算您答题继续了 还是我来吧 对啊 肯定是洛川会议 而在洛川会议上呢 是1937年的822到825日 在陕北的 洛川的冯家庄举行的会议 通过了两个决议 第一个是抗论救过 史达纲领 第二个呢 是关于目前形势 其党的任务的决定 做的答案是 C 洛川会议 我感觉您不是答题 您基本上是在上课了 恭喜您 来 继续 最近姐姐有了 我又不知姐姐 可能进来个状态了 职业关系 职业关系 来个 打蛋 最后两个 我就乱选一个了 好不好 好 请听题 电影《心灵十三拆》 讲述了多少个 为了逃避战火的 风尘女子的故事 A13 A13 B14 C15 爸爸请回答 这个里面有点难度 应该不是选时尚 不会这么简单的 当时我原来看过一个 2011年拍的这部电影 我这个人都文艺方面 不太熟悉 就是我 不喜欢看过 这些娱乐朋友的知识 但是我当时看过 他当时其实是 爸爸谁在乱当我了 应该是14个人 一个男孩好像是 小帮这个风尘女子 去赴日本的约会 应该选第14个 对吧 恭喜答对 耶 真的是14个 大爷爸爸 最后一道题 请 请听题 被德军称之为420的管风琴 是夏略选项中的哪个武器 A E 伊莲娜 B 卡丘莎 B 卡丘莎 C 纳卡丘莎 爸爸请回答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比较简单的 因为这个武器 在二档时期呢 非常不明 而且它的武器呢 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作为一个名字的 我的答案给你 是选 D 卡丘莎 恭喜答对 耶 为留守儿童教育事业 执着付出的 夏老师一家人 在赢得全场观众 掌声和敬意的同时 以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 顺利拿到2000元基础基金 我们祝愿他 在接下来的终极冲刺中 继续发挥特长 一举拿下万元奖金 第一题请听听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 直接原因是日本 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 Yes or no No 恭喜你答对 英美对日本 不是告一禁运 还是珍珠港事件的 发生的 爸爸加油 继续 二战中战斗持续 时间最长的是 大西洋战场 从1935年 一直持续到1945年 Yes or no Yes 恭喜答对 现在是已经拿到了 6000元的奖金 继续往前冲吗 这个我问一下 我的伞呢 我觉得不要了吧 孩子跟你说不要 你自己来决定 但是我觉得就说 作为一个父亲的话 就说应该跟孩子 全是一种正能量 哪怕我失败了 我也是壮丽牺牲 我也会告诉我的孩子 我的爸爸的知识 还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 爸爸应该更多地学习 夏老师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一直很奇怪 我忍不住要问你 你一直都在问宅宅 在这个最重要的关头 你居然不问问你的太太 我问一下太太吧 对 我想 你做决定 谢飞 我觉得 孩子 怎么说呢 我们俩都不在身边 我觉得他胆子 特别特别地小 做事情呢 没有什么冲劲 我觉得应该还是 给孩子正能量 好榜样 冲吧 不管失败怎么样 好 来 好 请听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大国是 美苏法中 你加油爸爸 那我应该没法国 应该有英国 恭喜答对 谢谢 导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分裂的是亚尔塔会议 恭喜答对 最后一道题 二战期间 希特勒的侄子 威廉阿道夫希特勒 在美国海军参军 爸爸快点 是在美国 好像我看过应该 希特勒的侄子 你相信爸爸吗 爸爸万一没有拿到 你不要怪他 好吧 你觉得我不知道这个题目 就怎么样 如果爸爸错了你 那就是两千块钱 你不会怪爸爸吧 真的不会吗 不会 如果对了的话 爸爸有一万二 一万二你希望爸爸怎么用 就买玩具就对了 就买玩具就行了 买玩具就行了 那两千块钱 不要顾住就行了 两千块钱也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我倒是想知道 如果真有一万二 你要怎么花呀 如果有一万二千块钱 我肯定会花一半在他的身上 同时还有一半可能说 我会花在我的学生身上 你的愿望达成了 恭喜 好 听到 谢谢 谢谢 拿起来 拿起来 把前面团备了 你觉得爸爸厉不厉害 太紧张了 谢谢 非常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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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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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尹真和尹诚诚妇女 有请 东北和西南 好运都归咱 耶 两位好 两位好 来来来来 你好 你好 诚诚你好 你好 哈喽 好漂亮啊 对好可爱哈 刚刚他们说那个什么东北和西南好运都归咱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两个是个组合 啥组合呢 南北组合呢 南北组合 他是在北 我在南 他在北 你在南 什么意思呢 他在北 他在多北呢 他在北出生 我在南 出生 一个在北方出生 一个在南方出生 您是东北人 对 我给大家做介绍了吗 好好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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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东北人 大陆四川后来 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媳妇 还喜欢弹鼓针哟 公土头是我的招牌发型 白魄色是我的招牌动作 我很喜欢在爸爸妈妈那边耍笑笑 我还喜欢小猴子爬 小猴子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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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子爬上来了 好灵活 小猴子爬上来了 哎呀 宝贝好棒了 你这样这么长一段自我介绍 你背了多久啊 多久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而且关键是宝贝在前面做动作的时候 把后面的爸爸还有叔叔 给显得特别的笨 哥哥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左爷这样讲就不对了 其实海哥是第一次这样主动地去配合 跟人家一起跳舞 但是跳到了最后一个猴子爬树的时候 他一下就崩溃了 完全做不到 左爷你要模仿一下 好 爸爸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 水利建筑工程的设计工作 设计师 对 女儿给爸爸鼓励一下 让爸爸好好发挥吧 爸爸加油 好 来 哎呀 好 宝贝 这是你的位置 好 过去吧 来 爸爸 请准备 来 请开始选吧 请听题 第一枚在美国本土是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被命名为 A胖子 B瘦子 C男孩 爸爸请回答 爸爸加油 好 爸爸加油 这个题 有点印象 因为原子弹美国 胖子 应该是 瘦子是在本土自爆的 因为胖子和小男孩是在广岛和长崎自爆的 所以我认为是B 恭喜 答对 爸爸加油 好 来 请听题 电影地道战 讲述的是哪个地方的人民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 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 A 河北 B 陕西 C 山东 爸爸 请回答 地道战 看过这个电影 山东 不是 应该是 A 河北 河北省 平原地区 八地道 八地道战 A 恭喜答对 来 请继续 请听题 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是在哪一次会议上通过的 A 亚尔坦会议 B 波斯坦会议 C 巴黎和会 爸爸请回答 波斯坦公告 没有说过这个被解放的宣言 亚尔坦会议成立了联合国 所以我认为是 C 巴黎和会 好 三高妇女 口出狂言 爸爸今晚一定能拿到一万二 爸爸拿不到 爸爸跳楼 我看了十年了 他还没走跳楼 跳楼这事儿是出人命的 他喜欢吹影 哎 哎 哎 他自打要听说来 看家爸爸请回答 每天在家里 哀声 哀声 知道美 他都是国之后 就一点压力都没有 为什么要有压力 小叔伯妹 到底藏着什么命 我爸拿到一万二再提醒 包里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真的想吃 下周三晚九点二十 爸爸请回答 给你好看 请听题 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是在哪一次会议上通过的 A 雅尔坦会议 B 波斯坦会议 C 巴黎和会 爸爸请回答 波斯坦公告 没有说过这个 被解放的宣言 雅尔坦会议成立了联合国 所以我认为是 C 巴黎和会 好 抱歉 答题接受 来 来 上台来玩还开心不 宝贝 开心 开心哈 下次哥哥去成都找你玩好吗 好 那我们说好一言为定了 来 来 好 好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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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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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妇女口出狂言 爸爸今晚一定能拿到一万二 爸爸拿不到 爸爸跳楼 我看了十年了 他还没跟我跳楼 跳楼这事就是出人命的 他喜欢吹牛 他自打要听说 来看见爸爸行为的 每天在家里哀声声气 爸爸都是博士后的第一点压力 都没有 为什么要有压力 小书包内到底藏着什么面 我爸拿到一万二在街上 包里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真的想吃 下周三晚九点二十